神经学家爱德华 他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 获得了洛贝尔奖的研究 就是大脑可塑性原理 说的就是 我们人的大脑是可塑的 如果你的行为不对 那你的大脑就会越来越糟糕 但是如果你的行为对了 你的大脑就会被你保养的 越来越聪明 年轻 有活力 那结合老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 想要保护好我们的大脑 有三件事情一定不能做 今天我要给你提醒 所以记好了 点赞收藏一定要照做 第一就是早晨醒了就玩手机 不要做 你是不是会习惯睁开眼睛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手机 刷个视频 刷一个文章 那在各种APP里来回切换 可是老神经科学研究已经指出了 人在刚睡醒的一小时内 老电波正处于AirPods状态 那这是一种放松的 类似于被催眠的状态 大脑在这个时候 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 这就会导致两个最大的问题 第一 你会在这种碎片信息的冲击下 变得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去思考 习惯性走神 甚至都没有耐心听别人把话讲完 误会 差错都是这么产生的 那第二 你的大脑很容易被刷到的 垃圾信息洗脑 然后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态 那第二 跟自己说各种消极的话 比如事情还没有发生了 你就在脑子里劳补各种 哎呀 完了 肯定成不了 或者要是哎呀 真的发生了 我可怎么办啊 好糟糕啊 或者遇到一点点糟糕的事情 你就在心里想 我怎么这么倒霉 怎么这么笨 怎么都是我摊上这点糟糕的事 这些消极的自我对话 会被你的大脑接收以后 永久地印在你的潜意识里 说多了就会变成自证预言 你的潜意识就会引导你 无意识地去行动 去实现你对自己的消极预言 就像我之前经常跟我客户 分享的真实案例 一个女人总觉得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结果果然每一任的老公 都出轨甚至家暴 这真的就是自证预言的恶性力量 那第三件啊 长期饱食 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 进食过饱后 大脑中被视为 纤维牙细胞成长因子的物质 会明显增多 长期饱食会导致老动脉硬化 还会导致大脑找衰 或者智力减退 所以说啊 饭食八分饱 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所以记好了 只有保护好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好 我们才能更加积极地去解决问题 那上面我说的这三件事情 千万不要再做了 这些人是给我们的婚礼事 的事情 感谢观看